今天咱们开始新的一讲 阳祸第十七 一共二十章 马上就快见到曙光了 第二十章很短 实际上二十七讲完了 就是十八十九 十七还是比较长的 我可能今天讲不完 可能讲到是多少 我们讲不完了 留一点也没关系 下次再讲 我先念一遍 阳祸意见孔子 孔子不见 愧孔子屯 孔子似其亡也 而亡拜之 一诸图 为孔子曰 来 鱼语而言 曰其宝 而弥其邦 可谓人乎 曰不可 好从事 而气失时 可谓智乎 曰不可 岁月事已 岁月事已 岁不活语 孔子曰 诺 无将事已 这段还比较长 原来的 我们前面看到的都是语录式的 那这个是个对话 那这个对话呢 需要解释一下 杨祸是一个人 就是济世家的家臣 一会儿我们详细说谈 这个济世家的家臣 他想见孔子 这时候孔子刚从齐国回来 回来之后 在齐国呢 他跟齐景公有什么均均臣臣啊 祖父子子那个对话 所以这个提高还差点重用他 所以杨祸呢 也想重用他 就去约见孔子 结果孔子不见他 避而不见 那么杨祸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送了孔子一头烤乳猪 这个臀就是乳猪 小小的那个猪 这个 这个字得通这个馈 就是馈凳的这个馈 写作龟 就送了孔子一个礼物吧 那么当时的龟子就是 大夫如果送了氏一个礼物的话 那么氏一定得登门去拜谢 所以他派人送了烤乳猪了 那孔子一定得到杨祸家去拜谢他嘛 那这样的话不就自然就见着了吗 可是孔子呢 也想了一个办法 他次提完这个时 其实是等待的意思啊 把它用动用个动词 这个时间就是说你找一个时机 找一个什么时机呢 找杨祸不在家的时候 这个王不是说他死了啊 这个王的意思 本意并不是死 本意就是不在 那不在嘛就是死嘛 那在这呢实际上是不在家的一个时机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到他家去拜谢去 反正也没见着 我也拜过了 对吧 孔子也耍了个小心眼 结果这个杨祸啊 比他更聪明 杨祸就在半路上等着他呢 是吧 一诸图 就是在图中 就遇到孔子了 为什么啊 就在图中等着他呢 然后就跟孔子说 来 于尔言 来 我给你讲讲话 讲到什么呢 他说 这个于是俗话说啊 这个都是杨祸讲的 俗话说 怀其宝而迷其邦 说你身怀绝技 你有一身的本事 可是你任由你的国家 来迷失方向 这算人吗 曰 不可 啥意思 就是吧 不算 这个也是杨祸自己说的 自问自答 好从事而弃失时 可谓智乎 曰不可 说你总想来出来做事 也就是总想出来做官 可是老是时期时机 这个气的意思是屡次 屡次时期时机 这算智吗 也不可 这也不算智 都是自冷自答 接着说 岁月事已 岁不我语 说岁月如流水 岁月不等人 这两句话是这一句话 孔子这会儿说 诺 诺就是好吧 乌将事已 好吧 那我出来做官 那么 这一段 里边的对话很形象 这么一解释 应该就全清楚了 那么说一说杨祸这个人 杨祸实际上是畸性 所谓畸性就是从周公这一天下来的 是周公的后人了 周公是鲁国的始祖 到他这应该是 是 是 我们说性 和是 是呢比性要小了 就是 性底下的分支 那他是在这个 杨这个是 那后来 再往后呢 就用是作为 作为性 就像孔子一样 孔子实际上是子性 那孔也是他的是 不过后来就一孔姓 名虎 字 获 注意 凡是自称的时候 一般都要说 名 别人 用第三人证写它的时候也要自 所以这个 要获 这个获是自 那么 是这个 鲁国三环里边 这个孟孙世家的 族人 孟孙世家 不过他现在的季世家做家臣 他要请孔子出来干什么呢 他有一个志向 就是要除掉三环 那除掉三环之后 会不会还证给俄国国君呢 倒不一定 反正他是有个计划 他说把这个 现在掌权的 这三个加大夫 都杀掉 杀掉之后呢 在指定一个 庶出的人 来继承这个爵位 他就说 书孙世家 谁来继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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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孙世家 谁来继承 然后孟孙世家 当然是我来了 因为他是孟孙世家 他就策划好 他就开始把这个 这个 准备把这个 季世 那是季环子 要把它 杀掉 我只是想插一下 我想问一下 以前会有性 有是 有名有字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只有 三个字 好 很好的问题 古代的人呢 是有性 有是 性 就是 这个 你看性 是个女字边嘛 实际上是 古代的时候 实际上是 母系社会嘛 这样 那么性 完了之后 如果家族太大的时候 就要分成是 然后是呢 是 以男的 那个分之为准 女的呢 就不分是那个是 女的呢 只说性 就是只分那个大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说 同性不能结婚 同性不能结婚的话 那是 当然就更不能结婚了 同事就更不能结婚了 所以女的 你记住性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分是哪个是 就是底下的 那 名呢 是跌码给的 其实性 是名 都是跌码给的 这个字 是老师给的 通常是老师给的 是 是在你二十岁的时候 有一个加冕礼 这个加冕礼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 一个仪式 就是给你命名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比名 要更客观一些 因为已经长到二十岁了嘛 你有什么志向 你这个人的品心啊什么 都已经看得出来了 那得成人了嘛 这时候就用你 跟你这个人很贴切的 一个字来给你 那这就是尊称 现在我们没有了 其实从汉朝可能就 汉朝还有的 后来就没有了 没有就造成一个很不好的情况 就是你不知道尊称怎么称他了 你看我们现在只能先得打听 这个人是什么官 是什么什么董 什么什么长 是吧 你要打听不到这个 你都不知道称他是什么 因为称名字是不尊精子人的 没有吧 这样子 好在他现在有一个办法 就是 他取一个英文名字 取英文名字 叫英文名字 也算真成了 你看 马云在阿里巴巴规定 不许叫这个总大的长 一例称英文名字 所以没英文名字不行 你就注册不要 这也可以 就是用英文名字作为 我们原来古代上的一个字 因为字是尊称嘛 这个传统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字很应该恢复起来 否则你解决不了这尊称的问题 这个题外话 不过很重要 这个 英文文字也有识 是 是 这不是叫马云认知 没错 没错 其实这个 这个 我说的是 就不是一个很正式规定 对啊 就是 就是你懂它 它还会有字 读书 它没有文化的人 读书 没字 只要行那个加冕礼 就会有字 是 这农村农民他欣赏江湖 有没有加冕礼 应该有 有没有 对 因为是 中文古代那个 那个乡村自治的一个制度 非常好的 那个在一个乡村里边 有这个乡村嘛 这乡村其实这种事情全不管 对吧 对 好 那么 刚才说到 这个杨霍准备七条三环 是吧 那么 他就想请孔子 出来帮他忙 那么孔子呢 那 就 口头上答应了 因为说的也很有道理 说你看 你 你有一身本事 你不帮国家做事 这不算人 你看 你自己想做事 可是老抓不住时机 也不算智 对吧 说的他 牙口无言的 他说很硬 那么 他其实并没有帮他啊 那在鲁定公八年的时候 杨霍就开始实行他这个计划 他就把 祭环子 嗯 嗯 利用一个祥礼的机会 就是一个 祭礼的机会吧 他就 埋伏好了兵力 准备把他杀掉 可是这个消息啊 走漏了 就被这个 这个 当时的那个 那个 那个孟是 孟孙家的人啊 识破了 孟孙家也做好准备 就中途 就把这个计划子给截走了 就 就没杀成 没杀成之后 这个杨霍 败了之后 就逃到齐国 齐国之后呢 那 齐国想重用他来着 后来 别人说 哎呀他这是造反的 你去重用他造反的 后来 他就到了晋谷 反正到了 他赵监子手下 最后是 赵监子手下做过 这样 杨霍是这个 那么 孟子为什么 当时答应他 要出来做事呢 因为孟子也有个愿望 就是去掉三环 不过孟子是 主张用文的办法 这个杨霍呢 是说用武的办法 暴力的办法 去他 这是个区别 最终并没有出来帮他 很多人说 是因为 这个 孟子跟杨霍有私人恩怨 所以 就答应了也没出了 也没这回事呢 是有的 他们俩 有过个人的 这个 这个 过节 在史记里面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说孔子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那个灵堂 他把它停在哪了呢 就是停在这个五腹之渠 渠的意思就是大路 就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 就是南南北往周游 他把观察停在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想跟他 把母亲跟父亲合葬 可是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只有三岁 所以 他就不知道他父亲葬在哪里了 他母亲也从来没告诉他过 他其实问过他母亲 说他父亲葬在哪里了 他母亲就避讳这事 不谈 所以他也不知道 后来 他停在这之后 他就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他真有人知道 这个邹人 孔子老家 就是邹县嘛 昌平乡 邹县昌平乡 从他老家那里过来一个人 叫妹傅 这个妹傅的母亲 就告诉孔子 说你 你八万木在哪里 在房山 在这个房 然后他才 把他母亲和父亲合葬 是这样的 记得这样一件事 那么 母亲去世之后 那要戴孝了 那孔子 腰蝶 这个蝶就是 在腰里边记的那个 这个麻座的那个 因为我说披麻带孝嘛 就是那个 麻座的一个带子 记在腰间 这样 这就是带孝 母亲就是要记一年 这个孝才能脱掉 那这时候那个济世家 就宴请鲁国境内的所有的士 就是读书人 孔子听了说 因为孔子也是士了 他就去参加 孔子遇忘 因为杨虎就是济世家的家臣了 杨虎在门口 就拦住了他 他说 处也 处就是看不起 是吧 就对他 对孔子说 既是想事 想就是招待 是吧 非敢想则也 说既是 宴请这些事 可是 没敢邀请你 孔子有事 孔子就 就没进去 就走了 那很多人说 你看 孔子由此就怀恨在心 所以这个杨虎 杨虎要请他出来做事的时候 他就不出来 司马迁是这么记载 那这事实际情况是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在《孔子驾驭》里面 我们看 《孔子驾驭》是这么记载这件事 说 孔子有母之丧 《孔子驾驭》 这个《孔子驾驭》也是 《链》是白的布了 其实就是穿笑了 穿着笑 杨虎调焉 杨虎来调焉了 到他家里边 到孔子家里边来调焉 《孔子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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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子驾驭》 这个字读《孔子驾驭》 《孔子驾驭》 《孔子驾驭》 《孔子驭》 《孔子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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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诀即则摧拂 由应其言 是所以不非也 这句话是说 我穿着校服 可是我还说我想去 由应其言 就是说我还顺着他说 我还回应他 我是想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不博你面子 我不博你面子 所以不非也 不非就是不去否定你 然后这个孔子嘉宇这本书 很多人说是王宿杜撰 不看完未必啊 这个书是三国的王宿做的柱 王宿柱这一件事的时候说 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说公子恢复杨虎之言犯理 故公子大致已是不非其言之也 说杨虎这个 人家穿着校服 你来告诉那家请客 这个就不合理 这个你就不应该提这个茬 如果真是那边在请客 你也不能够这么说 你是不是气人家呢 是吧 而孔子那么气 回答他呢 就是说不博他面子 这件事也是这样的事 这两个版本 哪个是正确的 咱且不去说他 假设这个版本是正确的话 那就孔子并没有真的到他家去 那边蹭吃蹭喝的就赶紧去了 而且说只是口头上说了说 然后 这个 而且也是呛着说的 是这样 所以 两个版本 这个呢 这个呢 反正有一点替孔子开脱的意思 对吧 这样 司马迁这个呢 有一点贬低孔子的意思 具体的情况 我们不做结论 反正是有两个版本 是吧 这样子 不过我当时想说什么呢 就是 孔子这一次 其实 的确是想出事 来帮着杨虎来干事情的 为什么 因为他也想缠掉三环嘛 是吧 这样子 那么 如果这样的话 算不算一次造反呢 可能算一次 这一篇里边 后边还有两次 我们都看孔子是 有人造反的时候 想拉孔子一起做 孔子都想答应来着 所以我说孔子呢 他其实是既有革命性的 他并不是说 我们一听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儒家都是说 这是反对造反的 不 这个 儒家其实 革命这一条呢 他是 也是很坚持的 这是第一段 我们可能说的长了一点 我们再看这个杨虎这个人 咱们介绍一下他 其实在孟子里边提到过他 孟子里边 在文腾宫上上说 提到说 为 杨虎曰 为父不仁以 为人不父以 这个我们 一个常用的成语叫 为父不仁 对吧 那这个就是出自杨虎 而且他是对账的 他就说 为父不仁 为人不父 对账的 我们知道这句 可是不知道这句话 什么意思 说 你要是想富裕 你就不能够忍 你要是想做到忍 你就富不了 就这意思 大概是这意思 是 有人说 这是指的济世家 或者指的这些三环 说他们是为父不仁的 这是一句 还有一句呢 是记在韩非字里边 这里边有说 杨虎易语 主贤明 则悉心已试之 不消 则世间已而试之 这句话是说什么的 说这个主啊 就是你的主子啊 如果他贤明的话 那么就悉心来帮助他 来什么 可是他如果不消呢 那么就世间而试之 这个是显然是那个杀的意思啊 就是那个杀 就是 如果这个你的主 主子是不贤明的 那么就要先把你的这个尖藏起来 是尖 想办法把他杀掉 这样 所以郭某柔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说这个杨虎是个革命者 这个统治者如果不消的话 我们有钱把你推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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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可以 可以从这两句话 来看一看这个杨虎这个人是怎么样 对 对 嗯 并不是说一造反的人呢 就全法否定的啊 就未必 对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我们看一个字 刚刚不是说这个吗 气 气 这个气 这里读气 其实这个 这个字通常是读 急 我们什么什么事儿 急待解决 对吧 那应该读急 读气的时候是 是另外意思 那么读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啊 看这个字 看甲骨文就知道了 甲骨文是这样写的 这是地 这是天 中间就是一个人嘛 甲骨文这样就是人啊 这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意思 所以这字啥意思呢 这个字就是那个急 就我们现在 要加一个这个 现在简化成 这个了 是吧 其实就这个急的意思 急的意思就是 地到天 这个 这不是一个 无穷大的一个 一个距离吗 对吧 就是极限的意思 所以这字啊 表现就是这个极限 这个意思 啊 后来 那 金文 加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口 一个是 一个是 这是什么 这口就是嘴了 这个是手里边 刚刚说过 这是手 手里边拿的东西 就是表示动作的意思 那后来小传 把那东西也去掉了 就是右 那个右就是手 那开启就是从这个来的 一个口 一个手 代表啥 就是说 这个事儿啊 很急 有那个极限的意思啊 变了 变成那个急迫的意思 这怎么表现急迫呢 你看 嘴 就是哎呀 快点快点快点 啊 嘴里要说吧 手也得 快点快点 这个 假如拿着鞭子 的话 要赶那个牛马 快走快走 就这样 所以这个字表现的就是 着急的意思 所以我说 你看着着急的东西怎么画 他就这么来的 而 用这个呢 作为读音实际上 这个极限这个意思啊 作为读音 他就有了着急那个意思 那么着急上怎么隐身成那个多次了呢 屡次了呢 刚才我们看着 那屡次这个并不常用 但是 隐身过去也容易理解 就是 这事情急的话 你就得多次去催嘛 你办什么事儿 假如是个急事 你就得老子去催去 所以变成屡次了 这样 这么隐身成 也容易理解 对 对 那那个 召集那句 什么意思啊 现在我们召集那句 用这个字 这个字 很简单 你看这个小传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上面是什么 这个字我上次讲过 就是这个字 你看小传就知道了 是不是这个字 这个急就是逮着的意思 一个手去抓一个人去 哎 就像那个 小朋友玩那个老鹰抓小鸡那样 抓去 可是抓又抓不着 抓又抓不着 表现一种心情的话 你逮一个人老也逮不着 着急嘛 这样 这都正本 你看看这个 它有个一题字就这样去 对 这样 写成这样 这个就是那个手 你看 这个又是大陆做减划子做的不对 手应该是出头本 日本这写的也不对 这样 这样 这我讲过 多次讲过这个 是吧 对 好 关于羊虎这个第一句 我们就说到这里 看第二句 性相近也 西相远也 容易理解 这个三字经里边 性相近西相远 那一句就出在这里 是说人的本性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可是 人后来为什么不一样呢 是你的习惯不同 就是你的后天因素 造成人和人就不一样 人的先天因素差不多 同意吗 所以这里边用的这个远近 这就不好 没法定量 你可以说 人性是差不多的 其实也可以说人性 有很大不同 这都可以 可以站什么角度 不过这里边所想强调的呢 是后天因素 对人的影响 这个我同意 但就是说这个教育吧 如果受的教育不同 这个人最后确实是 会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 这个李老师做教育 这就非常重要 就是看着要把这孩子们教成什么样 是吧 是是 是后天 这一句话 还能看出什么呢 有习 有近 看到没有 有远 差个平 对吧 那个平从这儿来的呢 他家乡 陕西 复平县 老家是那里的 所以那个平 起的复平县 那个平 而 老大叫 近平 老二叫远平 就是 都出的这些 明白了 这 这是一个 看下一句 这两句 连到一块儿写 是有道理的 子曰 唯 上至以下余 不宜 这个 批林批孔的时候 上至下余 这是重点批判的一句话 说 只有 上等的人 智慧 下等的人 愚昧 这个是没法改变的 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有矛盾吗 是不是有矛盾啊 你不是说 本性差不多吗 怎么这又 是吧 上等的人 下等的人了 有没有矛盾 好像是有矛盾 不过 我觉得 把这两句话这么编排很有道理 你要连着看 他说 性 人性是相近的 可是习习惯就远了 就差远了 但是 唯有 智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品质 是没法改变的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孔子不是说 君子 有三达德吗 一个是人 一个是智 一个是勇 对吧 这三达德呢 孔子说 这个人很容易做到 说无一人则私人之矣 我要是想人 这个人就能够做到 这个不难 这是就看你想不想人 那么勇呢 可能难一点 难一点 你只要是足足勇气 其实也可以懦弱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 这个也可以做到 实际上 你 只要想给你逼到这份上 你肯定也就勇敢了 但是智行吗 我就就这个智 是没办法 说我想智就智了 这个东西确实是智这一条 是确实是没办法的 关键是 所有不智的人 他都以为他智 他觉得我这个东西的事 当然不是啊 比方说那个算数题 你做不出来 是做不出来 那个知道 你自己知道 哎 但是别的事情啊 上当那些人 他老觉得那就是真的 哎 结果上当了 上当之后下回遇到同样的事情呢 他还会以为是真的 为啥 他就是万一有一个是真的呢 他还会上当 所以这个智这个 不是你想智就能智的 而且你不智的时候 你根本就 意识不到自己不智 而不仁和不勇 都能自己意识到 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句放一起啊 不保责 智这个确实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品质 我不知道同意不同意 李老师 这种理解当然也可以 还有一种理解 我觉得就是 王耀明的理解呢 他就是说这个 不移 是不肯移 他是把他理解 内在道德的 就是 如果你这个人是 能够坚守 仁义道德 你是上智的人 这些人 他是不肯移的 那下智的人 你怎么跟他讲 他也不肯移 是 他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 去理解这句话 那也是 我觉得也说得很 不肯移 不移 不移不是客观上 他不能变 是说他 主观上 不愿变 所以不移 是不肯移 就是没有 因为 求人得人啊 对 你 五四人 人质 这个是一个 主观努力的问题 不是一个客观的 意义上 所以他 王耀明的解读 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不肯移 如果这个人不肯移 他要么是坚持仁义 那就是上之 要么呢 他是下鱼 就是不肯移 他坚持邪恶 坚持仇恶 他也不肯移 对 对 这样也是 也是可以 而且这样解释 可能还 少受一点批判 对吧 这个 我相信在做的 可能经过文革的 都批过这句话 好 再看下一集啊 这集很有意思 这是孔子到武成去访门 因为武成有他一个学生 就是子游 子游叫盐盐 姓盐 就是那个盐居棚 就是那个语言那个盐 叫盐 奏子游 子游 五成 游就是到 孔子到了五成 到之后闻玄歌之声 什么叫玄歌之声 就是有个乐队 在城门那儿 开始在那奏乐 欢迎孔子来 是吧 夫子 游子 婉儿笑语 割金烟用牛刀 婉儿一笑 说 杀鸡烟用宰牛刀 割金烟用牛刀 这句话 我读到这的时候 我说 这个我原来以为就是民间的一种俗话 不是 这出自孔子 杀鸡烟用宰牛刀 出自孔子 就这句话 割金烟用牛刀 说你搞这么大阵势 欢迎我 好像是有点小题大做 这个子游呢 就说 西者 言也文诸福子 也 君子学道 则爱人 小人学道 则一时也 说 哎呀老师 你这话不对啊 我原来听你说过 说君子学道 就会爱人 小人学道 就会 容易被统治了 是这意思 这个学道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学礼乐嘛 孔子不是一直 要挽救这礼乐嘛 那乐 我现在给您 在这儿弄个管弦乐队 不就是乐嘛 欢迎你 说 那你怎么现在又丰硕呢 然后 把孔子说的也哑口无缘 孔子就说 二三子 眼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二三子就是这些学生啊 说这些同学们 这个子游的话 是对的 我前面说这话 开玩笑呢 别当真 前言戏之耳 我读到这儿 这个孔子的老头 挺可爱的 别说 画 这个被人抓住把柄了 马上改 马上成成错误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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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发现 这个论椅里边 记载的这个 其实它是 记载着孔子的很人性化 很人性化 这句话倒没别的意思 我写在这里 肯定就是为了反应 到这一点 是吧 好 自由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自由是吴国人 反正是吴国还是越国吧 就是南方人 那后来 自由就回到南方 去传播入学 那南方一系的这个入学 其实都出自自由论 这个 这个 有没有点意思 隔继言有没有道 隔继言有没有道 看下面一个 这也是 也是这个鲁国的一件事情 这个人叫做公山福老 这个人呢 是这个 这个 壁县 我们 讲过这个壁县 壁县是那个济世家的封地 啊 离那个 专于 有八十里地的那个地方 它是 壁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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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 在壁县这里啊 干嘛 造反 以壁 他 照 好 其实这个 标点 可能是 照谁呢 就是照孔子吧 而子裕吧 孔子想去 子路不遇 子路就不高兴 是吧 莫之也已 何必 公山市 知之也 莫之也已 啥意思 莫就是没有 所以你没地去 就算了 何必非要到公山市那里呢 这个知 知 其实就是何必 这个 这个知是道的一个啊 就刚才说那个 那个子之五成那里 何必到公山市那里呢 公子说什么 扶照我者 而 起屠灾 说 他 说照我的人呢 难道是让我白去一趟吗 总是要干事情的喽 你看 如有用我者 无其为东周福 说如果有用我的 那么 我难道不可以 在复兴一个周朝吗 在东边复兴一个周朝吗 是这意思 你看 无其为东周 为什么说东周呢 这个东 这么话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 东周本来是一个专业名词 周朝不是分成西周和东周吗 以中间那个 主要是搬 搬那个首都为县 搬到东边的时候就叫 就叫东周了 那孔子那时候不就是东周吗 他为什么还要说五七为东周呢 这个东可显然不是那个 因为孔子那时候还没有东周西周的概念 他说这个东周 就是在东边 在复兴那个 周朝就是周公所建的那套 对吧 对 那这是不是又一次想到的 实际上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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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山 福老 就是想 在那里 也是要歧视 反正要 可能要在路过国内 要另立一套 这个系统 这样 那这件事呢 在这个 这个 《史记》里边 也有其他 我们看啊 《公山不扭》 他这里叫不扭 那位叫福老 这是一样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以 必 判济世 他因为他是 在济世家的 使人赵孔子 孔子 寻道 弥久 就是他 寻找道 很久 可是温温无所事 莫能己用 就是谁也不用他 然后 这会正好有人来照他 他就说 在周文武 起封号而望 说 周朝的 这个 周文王 周武王 从 《封经》和《浩经》 来发起 最后就得了天下 这个望的意思就是得天下 那么 封号都很小的地儿 比 弥县还要小 说 他们最后得了天下 今天这个弥县 虽小 这个是上啊 上数几乎 啊 躺啊 躺就是 躺若的意思啊 说 这个弥县虽然小 这数几呢 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说 什么叫差不多 就是成功 离成功差不多 就是这意思 说 陛下虽然小 躺若要是能成功呢 那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暴露了野心了吧 是啊 所以 《御王》 子路不运 子路就不高兴了 就指孔子 孔子然后说 夫赵我者 其徒三 如用我 其为东周虎 对吧 这就是刚才论语的句 然一族不行 这是说 最后 实际上没有去 最终没有去 可能 这些弟子们都反对吧 首先 子路反对 子路要反对 孔子 大概就去不成 因为 当时造反 就得靠子路呢 对吧 好 不过呢 这件事情之后 其后 定功以孔子为忠祖子 有专家是 在轮运里面 没有记载这个前后瞬息 有专家分析呢 说 公商不扭 去赵孔子 要造反这件事情呢 是 当然秘密跟孔子讲的了 那孔子最后也没去 没去呢 他也没造 没造反 但是这事情过了 一段时间之后 定功 就 任命孔子为忠祖子 一年四方皆择之 他治理得很好 所以四方都 以他为楷模 这个择之就是以他为楷模 那么就把孔子呢 由忠祖子提升为司空 后来又有司空 提升为大司寇 司空就是管理建设规划的 司空嘛 空间嘛 对吧 司寇 就是负责 就是相当于大法官嘛 管理这些 扣子嘛 是吧 都宰是什么一个职位的官司 宗宗 也是一个县 县 县的 县的 对 在中都这个地方 中都在 实际上 在孔子做大司寇之后 就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了 因为他一直想 除掉三环嘛 那除掉三环 最要紧的就是要把三环 底下的这些个城池 要把那个城墙给他拆掉 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威胁国军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城墙很厚 你拿他没办法 后来他就开始 说服了那个鲁定公 进行那个叫做徽三都 就是把这个城墙都拆掉 然后这个公山不牛 在拆避室的时候 就是避宪的时候 就是避宪的时候 公山不牛抵抗 后来就把他给灭掉 这样子 这是这件事情 所以这又是一次 公子 公子是动心来的 公子是动心来的 好 我们接着讲这一段 子章问人 以于公子 公子说了 能心五者于天下 为人意 就是做这个五件事情 就可以算作人了 那子章说那什么五者 公子就说公宽信免惠 做这个做到这五条 就算人了 公是什么意思呢 说你要做到公了 就不补 你就不会受侮辱 做到宽了呢 你就能够得众 得到众人的拥护了 做到信了之后 做到人认焉 所以你要是讲 做到信了之后 那么这个 这个人呢 他就会 相当于你能够得到人才 有人来 这个 认官职嘛相当于这样 免则有功 做到免了之后 你就会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注意这惠 这惠就是说 你 你该出钱的时候 你要大方一点 是吧 该给人俸禄 这个这个 出手大方一点 这时候 就能够足以使人 你 能够 找到为你 这个 卖命的人 这个 公 宽 信 敏 慧 这几条呢 孔作业在其他地方都讲过 或者他的弟子们也讲过 比方说 他的弟子们评价孔子叫 温良功俭让 也有这个 功 是吧 这个 这个 等等吧 就是反正是 儒家所主张的这些 五个字 五个字 是吧 仁义理智信 是吧 这又是个五个字 这个 温良功俭让 跟这个 功、宽、信、敏、贵 好像这个角度有什么一样 对 那个温良功俭让 可能是个人修行的方面 对 这个看来是在这个执政的方面 强调这个 这个人是人正的那个意思 对 是 那个是修己 对 这个是 安排性 对 这是 针对 统治者讲的 而且这几个字 都是 其实这个不应该问人 应该问政 对 对吧 是 对 所以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对 学生根本就 完全忘掉了这个背景 所以他就找着几个字 对 人就是这几个字 对 其实这个 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背景都写到这一个段落里 所以你只能在这个整体里面去猜 它实际上是问政或者是人正 对 问人正 所以孟子读到这肯定就是 哦 这是人正 对 对 这个 人 论 两个字 也可以翻 众往所归 得众 也可以翻 人家会用你 好像两个一制都有的时候 好像两个意思都有的时候 还是两个都可以 还是 德仲的意思应该是修文德以来之 就是人家移民会移民过来 这个人认是指的人才 没有一个意思 别人会用你 因为你有性了 别人会重用你 那要看 如果是从人政的角度讲的话 这应该是你这个执政者如果讲信用 别人就会任劳任怨了 来给你做了 应该是这样 如果是说个人 如果是被拼任的那个人 那就另外 不过你从其他几个字来讲 应该是从统治这角度来说的 那是可以确定的 这里边讲一个字 这个慧 这个慧 看啊 上边 实际上就是这个砖 底下这个寸改成心 就是慧 必须得知道这个 这个砖是什么意思 这个砖 你看这个 这个寸就是手的意思 你看甲骨纹就是这样 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有一个手 这是什么东西呢 凡是这种写法的啊 都是一个绳子 掉这个东西 都是这样的 我们讲过那个壳 讲过生 都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纺锤 就是上面是棉花 用那个 纺过线的都知道 是吧 当时没有那个纺车 就是用纺锤 然后这个棉花呢 续下来之后 然后底下的纺锤呢 一转 这个东西就代表 有一个把 一个把柄 就是一转 这个手就是一转那个 一转那个它不是就吃上劲了吗 那个棉花吃上劲之后 就变成线 变成线之后 就把它缠到这个中间一个锤 这个一个锤状的东西 把它缠到上面 然后再细一段 再一转 在上就是再缠 这样 所以这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现在简直这样 这就是中间缠的那个线 这个 拿手 所以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转 转动的转 你看 就是转 上面是仿锤 能把它变成心呢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你除了会仿线 还心 还得好 这样的人就叫做会 我们说 这个媳妇很贤惠 指的就是 她得会仿线 又得心灵手巧 这叫贤惠 你看吧 那贤惠的惠 用的就是这个字的本意 那现在我们当然 把那个贤惠这个 引伸出来了 就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转 本来这个字表示转动的 那为什么表示转一了呢 这个也 这个必须得知道一个原理 就是那个陀螺原理 陀螺原理 你看那陀螺它是放在地上 它是倒着的 可是你给它一转 它就立起来了 它那个轴线就转一了 就从这个引伸 陀螺定像 对 陀螺定像 对 陀螺定像 对啊 造这个字 你看中国说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可是这个科学现象可全都知道 陀螺原理就是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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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我是北航毕业的 北航有陀螺专业 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就造这个字的时候 简直是 哎呀 太讲究了 那这个字 读 在这里读专 那么在这里呢 读 会 这个字呢 就是假如不要那个心啊 就只是上面的话 这个字读什么呢 这个字就读 唯 就是会的那个音 这个字 就在甲骨文里边 到处都有这个字 什么意思 本来它是个 放锤 刚才说了是吧 但是在这里 在甲骨文里边用它 不是用它的意思的 就用它的读音 就是读那个唯 所以 因为甲骨文是跟神通话的嘛 那么 跟神通话之前 得先要唯一声 就像我们现在打电话一样嘛 先唯 跟对方先建立联络 引起对方注意 所以在甲骨文里边这个字 都是用在开头 就是唯 用唯 引起神的注意之后 在我再说后面 跟现在打电话的唯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后来就不用这个字了 现在都写成 写成这个唯 你们读过那个济文吗 你们看一看那个济文 济孔子吧 济孔子的时候 或者济皇帝灵等等等等 你们看 第一个字是什么 就是唯 唯 公元多少多少年 多少多少年 然后谁谁谁 你来 后边就是四个字一句 四个字一句 那个济文 济文那个叫唯 就是从甲骨文的这个唯来的 而这个唯就是打电话的唯 知道吗 很有意思 这个 好 这是 从这里 来 引申出来这个字 唯 下面这一句 又是一个 有人想请孔子造反的 你们看 这是叫 避兮照 避兮 这个字都不读 我们现在那个佛 但是那时候读避 避兮照 孔子欲望 又是想去 子路又说 都是子路来的 说 西者 尤也文竹夫子曰 亲以其身 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 说 所以以前 我听 父子您讲过 说 亲自 亲身做不善的事 的人呢 君子是不到他那地方去的 那 那个 避兮现在是以中谋判 所以避兮一说中谋就不是鲁国的了 这是那个晋国的 中谋县 说 避兮在中谋那里相叛乱 可是你呢 却要去哪儿 陆之河 为什么 你为什么 公子说 然 对 有事严也 有这么一说 可是 不是还有另外一说吗 就是 不是说 尖乎磨而不灵 不约白乎孽而不自 不是有这么一说吗 说 这个石头很坚硬 你怎么磨 也磨 这个磷啊 这个磷啊 这个磷我们现在知道是 化学元素 做火柴的那个 化学元素 这个用在这里呢 是 取它那个 我们说那个鱼磷 鱼磷不是很薄吗 所以这是薄的意思 所以 这个石头很坚硬 怎么磨也磨不薄 这个石头很白 怎么染也染不黑 这个镊就是染的意思 这个磷就是黑的意思 是吧 说 没错 它那不好 可是 看你怎么样了 你要是很坚硬 那它 你也磨不薄嘛 你要是很白 那么也染不黑嘛 对吧 无其刨花也在 刨花就是葫芦 我们用 用来做水瓢的那种 那种 那种不是吃的 那个石头 那个石头 你可以把它拿起来 挂起来 作为装饰品 现在我们都是葫芦 做装饰品 无其刨花也在 焉能细而不食 我难道是葫芦吗 只能挂着 不吃 什么意思啊 你看 他要盼了 他不好 不咱们好啊 咱们有个机会 如果能够推行咱们的志向 那么我们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 我不是一个刨瓜 广在那挂着不吃的 我们得行动 所以我说 孔子至少有三次动心 这次成了 也没成 如果有一次成了 那中国历史可能要改行 以前的印象是 把孔子作为维护上军的系统 他好像造反 人家来造反人家找他 他又没工作了 一找他去 这感觉是 孔子不像是这些文人 好像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孔子怎么做不住了 我讲这个呢 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一个孔子令吧 一个特面 实际上他 我们一批判就是啊 君君臣臣富富富富富富富 没有 儒家是很具有革命性的 革命这俩字就出自《易经》 就是儒家的景点 是吧 那么《易经》怎么讲呢 《易经》里边 专门有一个《阁》这一卦 那个卦名就叫《阁》 革命那个《阁》 那这个怎么解释这个《阁》呢 说 汤武革命 顺乎天 而硬乎人 说 商汤推翻夏朝 周武王推翻阴朝 这个都是顺乎天的 是天意 并且硬乎人 也是民意 是这样的 所以 儒家这个体系呢 他是这样认为 他说 你这个统治者啊 你如果是不讲人证的话 其实人民是有权推翻的 这另一个办法就是 这个使用暴力 甚至是暴力 都是允许的 这样 那么 孔子这几次造反的企图 就都说明这个 这是一点 那 另外一点呢 就是 就是革命这个啊 这个手段啊 不能够给革命者强加那么多 道德方面的限制 对吧 你看这几次革命 其实 子共 那个 子路都认为 要造反的那个人 品质不行 你干嘛要跟他一块呢 孔子认为 他不行是他的事情 那 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要这用 对不对呢 太对了 太对了 就看你真想革命 还是假想革命 你如果是真想革命的 什么人 起来到访我都要支持 我就说推墙 你推墙是想把这个墙除掉 有的人就想偷一块砖 就想把砖偷走 你说不行 对吧 我们现在要革命 我们要推了 你这个是自私自利的 有这样的吗 他起头砖不也是帮你推墙吗 要那么多道德限制看吗 没有那个理由 没有那个理由 所以 这有才一句 一个呢就是 这个 道德理想主义 就是把一个人的私德 跟他的这个实际 做事情的这个操作 这个客观效果 跟在一起 还有一个 就是不懂得 什么叫统一战线 对 这个革命也好 它是一个合力 所以你要看到整个这个合力 就是你说 头一块砖 这个就是为这个推墙 起了作用 你不能是 在这个时候 你去指它 最后你就是 丧失统一战线 另外这个道德的话呢 我想 往往就是当权者 给你建立的一个思想体系 对 你要达到这个当权者 你要用他的思想体系 那不是 逻辑上不通啊 逻辑不通 逻辑不通 是 孙悟空那儿画一圈 然后你永远不敢出那圈 你想革命呢 那不可能 对 所以我说 这几段 就是蒋公子的这几段 造反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 就是 千万不要被那个 道德所绑架 尤其在 革命的这个 这个当口 千万不能有这个 那是什么 政治正确 我一再说这个 政治正确害死人 是吧 儒家 什么叫中庸之道 其中一个 最本质的 就是不 不搞那个政治正确去 这就叫中庸之道 是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孔子你看 有没有说 有一个什么 那个 调调放放在那儿 没有 就这样 好 有没有人想过 这个林是什么意思 林都知道 现在就是那个 火柴的那个了 是吧 那个 那种 这种化学元素 中国人 古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这个字 编的就是 就是那个字 我们看看啊 看看啊 看这个字 上面不是米 上面是什么呢 看 是两个火 上面是两个火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有两只脚 就是一个左脚 一个右脚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那个火长着脚 去去去去去 看 归火 对 这个字 冰死即牛马之血 为林 林归火也 就是归火 就是能跑的那个火 那不就是那个 那不就是那个 我们后来发现 那个就是灵 嘛 对吧 回火 那为什么读林呢 就是取那个 灵的谐音 那个火能够自己跑 有灵嘛 对吧 就是读林 那后来就 拿它作为 标音了 像鱼林那个灵 那它是作为标音的 因为也叫灵 这样 有点意思啊 这个 这是两只脚 你看那个跳舞的舞 底下是不是也是这个 跳舞是不是最多的一只脚 有点意思吧 这个 我说这个 中国古人还是 还是有科学知识的 好 看下边 我们就 看能讲多少讲多少 肯定讲不完 但是 如果有议论可以随时发表 这一段呢 是孔子又跟子录说 孔子说 有眼如闻六言六臂以乎 什么叫六言六臂啊 就是六个字 讲了六种毛病 这个臂就是臂端 啊 讲六种毛病 你听说过吗 子录说 没有 居 居就是坐 坐下来 我跟你说 无欲如 好人不好学 其必也余 如果你好人 可是不好学 那这个 这个弊端呢 就是余 这就叫余 不好学 是吧 这个余 注意 这余 还不是说不人 它是挺人的 它是想人的 可是不好学 那就是余 好智 不好学 其必也大 好智 就是挺聪明 可是不好学 它的弊端呢 就是放大 好性 不好学 其必也贼 这贼的意思是 就是害 就是 你好缴信用 可是不好学呢 你这个 会 这个 引来 这个 杀身之祸 或者说 害己害人也好 啊 这个 贼的就是害人 好职 不好学 其必也缴 就是你很直率 可是这个人呢 不好学 那么你的弊端是什么呢 这个脚 这个脚的意思就是 容易伤人 说话很直 可是你没有经过学习 你那个话一说出来就伤人 就是这意思 好勇不好学 其必也乱 勇 勇敢 可是不好学的话 那你就会做了 靠钢 不好学 其必也狂 钢 是钢强 可是不好学 那它的弊端就是狂 这六句话 每一句 都是说 你不好学的情况下 你那个好的那一面 也就会变成坏的 这就是 为什么要跟子路说这个事呢 子路是 老是跟孔子枪枪说 呀 干嘛非要学 对吧 游泳中学游泳 是吧 这样 那孔子也给他解释这个 对吧 就是 你不学就不学 那么在孔子嘉宇里边呢 记载着 子路第一次见孔子的时候 就 问孔子 说 你都有什么本事 说我会什么武术 我会刀剑 这个都可以 设 好 对 会设计 孔子就跟他说 说行啊 不错啊 跟我学吧 你你就会更好 是吧 子路就说 有啥必要啊 说你看那个剑 那个剑杆 怎么做呢 就南山上砍的那个竹子 把它削尖了 就是天然的嘛 就啪 打出去 就能打很远 是吧 孔子说对 说对了 不错 是吧 可是呢 你要把那个剑头 前边装上一个金属的头 后边的对上羽毛 你射的不是更远 射的更准了吗 因为那个羽毛就可以定向嘛 你前面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加上铁头 它穿透力更强了嘛 所以说学就是这个 对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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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经常批评他 说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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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 暴无平和 暴无平和 对 这个 意识不过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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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像这个 尤是不是子洛 对 对 就是子洛 尤是他的名 是 尤是他的名 他这个 子洛好像是经常是 顶撞这个孔子 对 没错 刚才那几次 孔子想造反的 那个都是子洛来的嘛 对 子洛 那个孔子一见男子 也是子洛知道之后 很不高兴 对 还有几次 都是子洛跟他 跟他作罪 而且说的都是 孔子 十分不愿意说的话 不愿意说的话 对 对 而且 因为子洛比他直小九岁 所以也基本上是 同一代的人一样 所以说话也很直 但是子洛对孔子是很佩服 终生就是认他作为老师的这样子 您才是教 是 那子洛就不好学 好学 好学 全都好学 好学 这个奇弊也乱 但是的话呢 这个乱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 就是犯上作乱嘛 就是造反嘛 对 对 这句实际上 是不是可以跟文智彬彬 那个相呼应 那个文智彬彬 你比如说这个 刚 还有这个 勇 还有直 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 那个智 对 你要不想学 那就是光智 然后文呢 就是学 对 然后文智彬彬的 这两项都得有 对 你光有那个直 对 光有那个刚 光有那个勇 你就闯祸 对 那这个好智 不好学 其弊也当 这第二个 那么 第一个是好人 第二个是好智 对 这就通这个智智慧 好智 那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呢 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自己以为 就是他 这个人就很聪明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对 所谓好智嘛 就是好智慧嘛 实际上是 这个人就是这个 他不好学 不好学 是为什么不好学呢 他是认为他自己很聪明 对 认为他就是 小聪明 或者不用学了 自己就懂这个东西 对吧 对 另外的话 很多人也愿意显示自己比较聪明 对 对 那这个荡 什么意思呢 荡 不好学 极必荡 荡 荡 荡就是放荡 荡的意思就是 这个水啊 没有管在它的地 漂浮 对 这就叫荡 放荡 对 对 对 看这个荡 我们说一下这个字跟名的关系 刚才不是说了这个字跟名 这个字都是后来给的 这个荡 这个荡是它的名 这是父母给的 只有父母称孩子 老是称学生 或者他自称的时候 用名 其他什么 别人要称他都要用字 有 就是道路嘛 是吧 所以就跟那个路就有关系了 所以你看它那个字里边 子路 就跟那个有关系了 你看 子供 子供的名叫次 就是上次的那个次 里边有个被吧 可是它那个供里边也有个被 子供那个供也有个被 你看没有 就是它那个字和名 都有点关系 对 对 通常是对 这样就好记谁是谁吧 好 好 这个 这是 孔子论述 《学诗经》的重要性 所谓 小子 何莫学乎诗 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兴 尔之是父 远之是君 多时与 鸟兽草木之名 什么意思 小子 小子就是你们这些学生 你们这些学生们 年轻人 何不学诗经呢 说诗经呢 学了诗经可以兴 因为这个兴 本来就是做诗的一种手法 就是先写个景 然后再写人 对吧 就是先换起 先把这个意境造出来 然后再写人 然后观观居咎 在河之舟 这是鸟在求偶 马上就接着这个窈窕树女 金子好球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叫兴 那么这里这个兴呢 它就是用它的隐神意思 就是可以激发你的斗志 或者说就是可以树立志向 学完诗就可以树立志向 激励你 立志 可以观 观就是开阔你的眼界 可以群 为什么说可以群呢 就是 学完诗啊 你就容易去参加社交活动去 为啥呢 你看我们现在一搞 有什么外事活动 你看跟台湾什么那时候 访问什么 那先得做诗啊 对吧 议问会友 对 可以去 那会儿是你到别的国家去访问的话 或者就是这个 读书人之间 如果是有什么聚会的话 你要是说不上诗了 那就那就不合格啊 所以学完诗就可以群 社交 可以怨 有什么怨恨 你不直接去骂大街去 你就可以写诗 对 诗经里面很多是怨诗 你看看都是发泄不满的 可是又很有美 可以 可以 而且呢 尔之是父远之是君 尔是晋 晋 来讲去是父母 远来讲去是君王 都用得着 这个诗经啊都用得着 并且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所以这诗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个鸟兽草木的名称 我们讲过一首诗叫《君》 就是骑井公 我们上次不是讲他什么有宝马什么多少匹 那个 就是歌颂 那个这个鲁锡公的 一个 那个鲁锡公野爱的羊马 那首诗里边 你看那个字全是马字边的 可是到现在我们都不用了 都是指的各种各样的马 要没有诗经 那个字早就淘汰了 所以这就是说 他就说这个诗经里边保留了很多这种名称 通过它可以像百科全书一样 这是公子说这个诗经 底下一段还是在说诗经 说跟他儿子说的 子魏伯语曰 如为中南少南乎 少南义乎 中南少南 是诗经里边的两个国家的那个诗 就是这个 其实不是国家 就是这个周就是周公的那个封地 韶就是韶公的那个封地 这两个地方的那个民歌 就叫中南和韶南 说人而不为中南少南 其由正墙面而立也余 说你如果不学诗经里边的这两篇 你就像是正对着墙站着一样 什么叫正对着墙站着 你一往前走走得了吗 你走不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就会处处碰壁 你必须得会诗经 你出去办事啊什么 你才能搞得定 就想说这个 我们上次讲过去而过庭 就是孔子在院子里站着 然后薄于从这儿过问他 学诗了没有 学礼了没有 这是另外一处 这实经非常重要 好 底下这个 子曰 李云 李云 玉伯云不在 月云 月云 钟鼓云不在 这在说啥呢 这显然不是白话文 这做诗的 一看就是诗的语言 对吧 说李亚 李亚 这个云就是 这就是个语气注词啊 说难道就是玉伯吗 我们说这个 那个李 无论是记李还是什么李 都是用玉 还有那个伯 就是丝绸 难道就是这些吗 月呀 月呀 难道就是钟鼓吗 奏乐嘛 钟鼓 那孔子这在感慨什么 说 这个李也好 月也好 如果没有实际内容 就是没有那个人 在里面 都是一个形式而已 那都没用 指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孔子说那个李乐 其实都是要跟人有关 人要为李而保 这个李乐为表 它有意义 对呀 就是孔子批判孔子这个藏理啊 这个李乐啊 这个李乐啊 花费太多 如果他把孔子这句话 理解透啊 嗯 他就不会劈劈 对 这个确实是不光是末家 就是像法家也是这样 就是孔子到那个齐国的时候 然后齐景空想用孔子呢 那这个燕英就拦住了 说你可别用它 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啊 很花费的 是吧 就是 其实孔子说那东西 并不是他的主要的东西 那个林芳问李之本 说李的本质是什么 孔子也说宁简 是吧 这个 这个 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精神跟物质相辅相成 对 李热烈 李热烈就跟道理 李热烈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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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李热烈是一个 对 李热烈是一个 对 所以你的国力强大了以后 你的软实力容易退出 是 对 好 看这儿 这些 色力而内人 辟诸小人 其忧穿于之道也已 色力内人 这个 就出在这里 这是说 这个色就是指的面色了 指的外表 它外表很厉害 可是里边很尿 这个人的意思就是弱的意思 外强中干了 这样的人呢 如果拿小人来比喻的话 就像是在那儿 走墙的盗匪一样 就是 小偷 小偷去偷人东西 墙上倒一个洞 进去偷东西 其实 那些 穿墙的人啊 心里边虚得很 只要有一个人一咳嗽 就跑了 对吧 就是像穿鱼之道也 这个鱼就是这个鱼 穿墙 那最近呢 中阴的对齿 那还不是这样色力 厚得很凶啊 但是他不敢打 不敢打 是 像他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可能是不是 孔子年龄比较大的时候 说的话 像 对 对 对 那你像这个 到这个圣经啊 圣经的话呢 一个是圣经 还有你要不要说是佛经 这两个创始人的话呢 是不是是年龄比较轻的时候 写的 对 孔子是最善终的了 他是七十三岁 耶稣只活了三十二岁 佛陀也很大 不过他悟道的时候也不大 他开悟的时候也并不大 八十四 对 如果和七十三他二十二岁 八十四 好 八十四 是,看這句話,子曰:「香怨,得知賊。」 什麼叫香怨呢?就是每一個人看到它,一個香裡邊的人都說它好,這種叫香怨。 這是寫的緣,但是我們現在都用這個願字。這種人不是好人,是道德的賊。 這個賊就是剛才說是害的意思,這個是有害道德的。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就是香怨這種人他是沒有原則的, 但是對誰都很好,誰都不得罪。所以孔子是認為這樣不好。 這個我們很多人覺得這個儒家不是都是要講禮讓啊,講什麼,不都是見人,都是說過年的話嗎? 對吧?不是。在孔子那裡,他有個非常明確的,你得有原則,你得有原則。 那個都不行。這樣吧。我們看孔子是怎麼解釋這句話。 孔子在跟這個萬章討論這句話。其實萬章問孔子,說:「一相皆稱怨人焉,無所往而不畏怨人。 孔子以為得知賊,何在?」很顯然就是說的孔子那句話啊。 你看,什麼叫相怨呢?就是一相皆稱怨人。 而且是無所往而不畏怨人,就是他到哪兒都是一個老好人。 這樣的話,孔子為什麼說這是德之賊呢? 然後孔子怎麼回答呢?說:「非之無局也,次之無次也。 同乎留俗,何乎無事? 君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疑,眾皆悦之,自以為是。 而不可與人搖順之道,故約得知賊也。」 是說什麼呢?說,這種人呢,你要想指出他有什麼錯誤,非就是說指出他的錯誤,去批評他。 可是你又舉不出他到底是什麼錯誤。 你要想去,這個刺的意思就是說去,對,去諷刺他也好,或者反正也是要檢舉他吧。 可是,你也無同下手,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毛病。 這種人他是同乎留俗,然後何乎無事。 這就是那個同流何乎的處處。 他不是真正確嗎? 對,對,對。 君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疑。 很像是,這個君和行又是對照來了,君就是在家,行就是在外。 在家像很忠信,在外像很廉潔。 眾人皆悦之,他自己也自以為是,這又一個成語。 可是這種人呢,是不可與人搖順之道。 這種人是不可能實行搖順之道的。 所以,這樣得知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學完這一篇,大家要注意一點。 我說這個鄉院,你大家想想看,哪裡有? 身邊多得很。 我就說,一開兩會,那些兩會代表全部都是鄉院。 為啥?只說好話,不說坏話。 他不知道有壞的嗎?他當然知道。 他的責任是什麼?他責任就是要指出這壞的嗎? 可是不,不給國家,不給政府添麻煩。這樣。 典型的鄉院。 孔子說那個就是指的這種。 不是指的說,孔子不是也說,不要去攻擊別人的壞處。 你要想自己的壞處,不要想別人。 不是指的這種。 從個人修身這個角度來講,確實應該做到這個。 可是,當你有責任去指出別人錯誤的時候,你必須得指出。 否則就是鄉院。 因為開兩會,你這個委員,你的工作就是建議,就是指出問題,改正問題。 對。 結果你去不做這個事情。 對。 還有壹個,哪怕是私人啊,假如看到朋友有什麼錯誤的地方,或者不足的地方。 要不要指出?當然得指出。 注意啊,假如看見朋友,親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不過呢,你一定得是幫他去解決這個問題,去糾正這個問題,來給他指出。 這樣。 要去這種方式來指出。 而不是說,唉,我就為了攻擊你。那是另外壹種。 孔子那個也是說,那也是不好的。 所以你看啊,這種道德方面的原則呢,你仔細想想很細,實際上是個非常細的原則,可是又非常重要。 你去交朋友也好,你千萬不要看看這個人是不是直說好話的這種。 就是你假如真有問題的時候,他會不會,唉,哪怕這個事說出來,可能兩人會鬧得不開心,他會不會跟你說。 如果他會跟你說,那就是真忙。 如果,唉,什麼,看著你那個什麼,也不說,那不是很想的。 這個段,我感到被共產黨收買的華人媒體裡邊。 我講到這裡一點,安三地加護其他華社長,阿華商報的很典型。 他現在說的不得罪,慢慢來,慢慢來,說了二十年了。 對,不得的人,對。 就是這個得罪人不得罪人,很難說這個原則到底該怎麼弄啊。 關鍵是看,你有沒有原則。 你就算是我這個話不說出來,你看看這個事兒,我看見有不對的,或者是沒有很合適的機會說。 但是你是不是認為這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 如果有了合適的機會,你會不會跟你說。 那個相怨,我他有合適的機會我也不說,那就叫相怨。 他根本就沒想說。如果他是想方式法,我要不傷這個面子或者什麼的情況下,我要想辦法告訴你的話,那才是空子雙的君子。 這個。 還有,我還有一個機會,這些論述比聖經裡沒有講得到聖。 對,對。 這就是神的道理。 對。 屬於西方人,以色列人可以得到神的起司。 咱們學魯學也得到神的起司。 沒錯沒錯。 這聖經裡邊沒有類似的,講那個相怨的問題。 相怨的問題又是屬於這個中庸之道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咱們這個,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中庸之道去理解,你就理解不了。 相怨也是,不能夠只是政治正確。 看到沒有?就是這個。 什麼都是好的,你幾十歲的他也舉不出來,是吧? 是同流猴子的。 都是好嗎?政治正確嗎?不行。 這是儒家非常堅持的一條。 好,今天就講到這兒吧。 我們講到相怨這兒了。 其實我是趕不上一條我這一條講吧。 其他的這個道庭途說得之氣,這個其實順便說一句吧。 就是沒有很可靠的這個消息,你就去傳去一些什麼。 這樣的話,實際上是對道德來講,是你放棄道德。 也是一個原則,但是不像這個相怨這個,那麼強烈的一個原則。 這個相怨這個,我再提出一句,就在語言上啊,有一種表現。 就是,他說出的話,你抓不住他的毛病。 對。 對也是,看上去也是對的,但是沒有原則性。 打個比方說,就像那個,預報天氣,他就說,明天可能下雨。 明天也可能不下雨。 你抓住他。 所以這個領導幹部做報告的時候,他就會說了,國際形勢一片大好啊。 但是也存在問題。 你去抓他啊。 我說了,形勢一片大好。 然後你說啊,那有問題,我也說了,也有問題啊。 其實全是空話。 全是空話。 全是空話。 這種相怨啊,非常可惡。 沒錯。 語言腐敗的一種。 對。 語言腐敗,就是空共無無。 你看吧,全對。 這就是說,非之無極也,次之無次也。 你這挑出來有什麼毛病呢? 可是一句有用的也沒有。 完全就是這個。 他關鍵問題就是不想負責任。 對。 我有個學生啊,他寫個作業。 這個作業,這個作業裡面,全是這樣的句子。 基本每個句子都是展著, Perhaps,Socraty is right。 可能蘇格拉里是對的。 Perhaps,Socraty is wrong。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知道你有點主意嗎? 他說,那我不行啊。 我如果說他是對的, 你到時候找出一句話說我這是錯了, 那我們就麻煩了嗎? 如果我說他錯了, 你找出一句話是對的。 所以最後的目的就是, 不想負責任。 對,對。 正在那個說話。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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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剛才說說相戀, 我覺得相戀好像跟… 他純粹就是沒有原則, 不講原則。 但是跟兩會的人還是有區別。 兩會那些人他們是有原則的, 他們的原則就是政治正確, 相信黨被黨文化不是洗腦了嗎? 所以他們的原則就是, 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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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相信黨的原則。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他就不是這樣說。 他是那, 他是,你要說… 潛規則的人。 對, 對。 他還不是說執行黨的政策, 知道吧? 他是執行那個, 當政的那個人的政策。 對, 他是這樣。 他應該說是有原則。 對, 假設一換那個頭, 一說把那個原來那個打倒了, 他馬上就… 他就變了。 他就馬上就變了。 我覺得, 他們是經過洗腦而造成的那種做法。 真正的相戀, 他就是沒有原則。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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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也是,還也是。 一樣的,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相戀, 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 反正是誰我都不得罪。 這個也是他的原則。 對吧? 嗯, 其實性質是一樣的。 性質是一樣的。 你看, 加拿大的爭執裡面, 你自己找也找到祥韵。 奧塔華的, 國會的代表, 賞代表, 施力的代表, 比較難的, 比較容易引起反對的, 他就不幹活。 他照來了, 吃飯來了, 剪菜來了, 他比較不得人心的, 其實應該幹的事情, 他就不幹。 那當然。 嗯, 我是覺得, 這份這個相戀呢, 還是有辦法解決的。 為啥? 因為有選舉。 對。 這個選舉這東西啊, 當然說, 也不是說, 選出來都是好的啊, 這個不是啊。 但是你要是壞到一定程度, 肯定會引起反彈。 就是希拉里, 就是這種典型的代表。 為什麼會, 川普會上來。 那個, 希拉里就是, 太, 非之無其次柔策, 就是這種, 這種啊, 這就是政治正確。 走到極致了, 那一定得出來一個, 甭管誰, 反正, 對。 對。 人家, 美國人就知道, 美國很多事情要改, 要大改。 對。 但希拉里再上去, 他不會改, 他不會改, 對。 就差別就在這裡。 他或者什麼樣, 你不同意他, 他自上去改一改, 統一統, 統個馬封偶也好。 是的。 所以這個, 所以我說克服這些東西啊,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展開講, 關於那個儒家, 怎麼認爲這個, 民主這個事情啊, 可孔子是有革命性的, 但是孔子其實, 也是同意民主的, 這個, 有機會再說, 就是, 民主這個東西, 他, 非得有這麼一種形式, 他才能克服這些東西, 相悅這個東西, 他才能想辦法, 否則你是沒有, 沒別的辦法, 你不能把它寫到法律裡邊, 不能相悅, 那都不行, 你只能靠民意, 你知道嗎? 這樣。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咱們下一次課沒有, 對吧? 今天是8月25, 下一次課是9月1號, 對, 9月1號沒有, 然後9月8號開始, 我們連著上4次, 好像是, 是吧? 有4次, 然後我們就把論譯結束, 然後就開始道德經,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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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